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真的太強了 哇 各位 我剛剛收到 Hi-Fi GO網上寄來的新東西 這個我才剛打開來聽而已 水月雨的最新作 藍 這個呢台灣還沒上市 Hi-Fi GO已經開始開賣 這個Hi-Fi GO網上好像賣的是一千兩百塊左右 太神了 水月雨又創造出一個新的怪物出來了 一千多塊太便宜了 這個聲音水準太好了 我剛剛已經聽了 我最愛聽的原神的錯靈尋風 然後他孤獨搖滾的 聲音很棒 哇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的規格參數 我都還沒看 他背後有寫一些規格參數 我們來看一下 太神了吧 他說他的槍體材質呢 是一個MIM粉末 冶金不鏽鋼殼體 那他大概這個意思就是說 用粉末 這個好像是一個比較高階的技術 他會用在高階的耳機上面 他的殼呢是用一些粉末去用個模型 高溫壓制出來的 那麼呢 我看一下什麼 裡面的單體配置呢 是一顆10mm的動圈單元 直徑雙腔體高性能的動圈單元 一顆 那他的音圈呢 這個好 這個我不知道 裡面的鎮膜材料 杜坡球頂複合鎮膜 這好像也是高階的產品 才會用到 他全部用在這麼便宜的1000塊耳機 那裡面的磁路呢 是N52 女磁鐵 高性能 這個女磁鐵 差不多2000 好像也都是用N52的女磁鐵喔 他把它下壓到1000多塊 也用一樣的東西耶 那麼其他的規格參數呢 主抗30歐姆 靈敏度120dB 他所使用的連接方式呢 是CM插針的 而插耳機孔的地方呢 則是使用3.5mm 那當然啦 這是1000出頭了 3.5mm是基本的 來 我們直接看耳機盆體吧 來 非常的簡潔 上面就一個他標誌性的 一個小Logo在上面 其他的話整個就是 你不會感受到說 在上面有 額外多多的造型在上面 因為他所有成本 都壓在槍體 以及裡面的動圈單元 跟震膜上面 所以我剛剛拿到 才聽了一下 我就完全知道說 他的聲音已經去上達 我已經很久沒有遇到 以下犯上的產品了 因為真的 耳機現在越出越多 大家都是大概 大家出什麼 你出什麼 大家都是差不多 一樣的東西 已經不會去說 我下面以下犯上 現在不一樣了 水雨來了一個以下犯上的 一千塊多的 要去打兩千塊多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剛剛聽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講 它的聲音表現 那麼這次試聽的部分呢 我都使用這個小尾巴 DS寫過 HIDIS的XO 只使用它的3.5M的部分而已喔 那我們連接的呢 就是這一台啦 iPad Pro 那麼第一首歌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我聽台頭上面的 Minato Aqua Holo Life的啊 它的歌 那麼這個呢 這個人生一出來 在欄上面 人生一出來 第一個那個甜美的聲音啊 非常非常的棒啊 我都像快要被融化了一樣 在人生的表現 我認為啊 水月雨 聽女生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個甜美的程度啊 它所表現出來的 人生靠你靠近的那種感覺呢 水月雨 它抓得非常的到位 那麼第二首歌呢 我們聽的是 孤獨妖怪的Gitar to Koto Koto Aoi Hoshi 那麼這一首歌呢 藍 它第一個銅拔出來說 哇塞 它的銅拔聲音的那種 那種 那種細緻的感覺 呈現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在這一首歌裡面 可以感受到說 嗯 它的音場其實是非常窄的 它感覺上說 每一種樂器 它呈現了 你會感覺 欸 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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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聽比較高階一點的耳機 你會感覺 欸這些很近的聲音 它其實是被可以 被拉開 廣泛開來的 所以當然啦 一千多塊的耳機 還是有它 比較弱點的地方 但是它能把那些聲音 那些樂器 都可以呈現出來 只是聲音稍微窄了些 那麼在它低音的表現呢 已經做到它的 這一千兩百多塊 應該要有低音的水準 中規中矩 不會讓你說 啊很多低層的價錢 啊沒有沒有 那些就是剛剛好而已 就感覺到 該有的古典 它有展現出來 那該有的低音的量感 它有展現出來 以這樣來說 中規中矩的低音 已經非常棒了 那麼我說水域的藍能上達 那到底是達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我手邊有一個比較貴一點點的 三千塊 就是兩千九百九十元的 索爾的D13 裡面一樣是N52的女磁鐵 以及一顆單 動圈單元 類鑽石在磨的 我比較了一下 欸 還是有差異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而且是你手上手頭有限的時候 其實藍 它所表現的聲音 已經非常好了 但是呢我聽的D13 我來跟你比較一下 一樣是聽一開始的 Minato的Aqua的歌聲 欸你可以感受到說 藍已經很好囉 但是到了D13 可以感受到 人聲綿密的順滑程度 大幅提升 但是你不比較的話 其實已經非常棒了 對於新手來講 它很難感受到這兩者之間 到底差多少 但是我很常聽 所以能感受得出來說 整個綿密性D13 確實贏了非常的多 但是一千兩百塊 這樣子的售價 我認為非常值得 最主要是它把價格壓下來 那樣子一點點聲音的瑕疵 一般人來講 感受不出來 那就已經非常值得了 那麼第二首呢 一樣是聽孤獨搖滾的 Gitar to Kodoku to Aoi Hoshi 那麼這一首歌呢 比較試聽之後呢 果然還是有差距的 D13 它在我剛剛說的 寬鬆程度上面 比藍好太多了 那個你D13一下去就看 整個樂器根本就是拉開來 再聽得非常好聽 一樣聽得很清楚 但是它把它拉開來 寬鬆自在 那麼藍呢 其實這樣聽下來 它一樣聲音 被你表現得很好 但是就是比較窄了一點點 所以其實 水月雨它把聲音能表現出來 但是它還是有做市場區隔 就是它是一千多塊的耳機啊 我總不能去打壓到上面兩千三千塊 只是讓你一般手頭有限的人 去聽它的時候可以感覺 其實有的時候聽一聽 好像跟兩千塊的耳機 三千塊耳機 差不多 這時候就顯得出它的價值出來了 所以如果該怎麼買 其實很簡單 它價格都幫你標好了 就是你手頭有限 手頭不寬裕的時候 買藍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它該表現給你 該聲音該有綿密的地方已經非常夠綿了 只是它以一千多塊的聲姿 來把該有的東西全部壓下來 讓你很輕鬆的 就能聽到該有好聽的聲音出來 而D13的話 手頭寬裕 想要好一點聲音表現的時候 沒有問題啊 直接上D13 而不是去選藍這副耳機 好了 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吧 水月雨的藍 啊 在對一個新手剛跨入 而且手頭有限的情況下 它能帶給你非常好聲音的表現 尤其你是喜歡聽人聲啊 流行音樂啊 和剛剛聽的聲音 我剛剛聽的 孤獨搖滾的 搖滾這種的 它也表現得非常好 聲音該要給你的 通通給你 低音該到位的給你 該人聲該到位的呢 也綿密的夠 中頻該給你 靠前的呢 也靠得非常好 不會讓你感覺到說 欸 瑕疵很大 而是在該要有的聲音表現上面 提供你一個最好的CP值給你 好了 那麼以上呢就是本次的開箱 水月雨藍 對於手頭有限的人 喜歡聽人聲的人 欸 這副耳機非常推薦你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囉 掰掰